说到黄秋生出演的恐怖电影 大家首先想到的 应该都是八仙饭店制人肉叉烧包 其次就是1996年上映的伊波拉病毒 两部电影都曾因尺度过大 险些被列为禁片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就在2017年 黄秋生与邱吕涛导演再度联手 拍出了一部集合恶鬼 毛山树 诅咒 威安妇 生制人肉等诸多禁忌的大尺度电影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 香港冷门恐怖电影 吃眠 故事开始 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华裔家庭里 作为一家之主的大哥遇到了点麻烦 最近他总是整夜整夜的失眠 起初大家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 纷纷劝说他出去放松一下 没想到休息了几天以后 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变得更加严重 除了身体上的疲惫憔悴以外 他的精神状态也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好多名医都表示束手无策 妻子便怀疑他是被人下了降头 于是只能请来法师碰碰运气 没想到就在去末仪式的现场 男人突然大海着不想睡觉坐了起来 还不由分说的咬掉了法师的鼻子 从最初的睡不着觉到现在的不想睡觉 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镜头回到香港这边 床上躺着的男人名叫林希佳 左崴他也是一夜未眠 每次闭上双眼想要入睡 脑海中总会浮现出小时候 他唱着儿歌哄夫妻入睡时的场景 林希佳窄转反侧 却突然在床头看到了一个面目猙獰的女鬼 他并没有大海大叫惊慌失措 很显然这种情况早已是司空见怪 林希佳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可以说是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权威专家 但讽刺的是 他最近也出现了失眠无法入睡的情况 不过这倒是与他的研究课题非常相似 林希佳认为 睡眠占用了人类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我们熟知的自然界中 只有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才能享有这样的特权 而那些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猎的动物 睡眠时间却少得可怜 但人类作为高等的智慧型群体 如果可以做到少睡或者不睡 必将会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人类文明也将会进入到 另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这个观点 校方领导多次驳回了 他想要增加研究经费的申请 他们认为这种违反自然规律 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研究 不应该被提倡 就在林希佳走投无路的时候 很快就有一位贵人主动提供了帮助 邱梦希是男人大学时期的白月光 同时也是视频开头那位市民富豪的妹妹 十年前她突然不辞而别 让两人的感情无疾而终 林希佳自恋的认为女人对她是旧情难忘 但邱梦希只是想让她去给自己的大哥治病 似乎当年的感情只是男人的一厢情愿 这种致命的失眠症远比想象中的更加恐怖 邱梦希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因此而死 刚开始只是简单的失眠睡不着觉 到中后期就会出现迫害妄想症 继而演变成了不敢睡觉 当地巫师认为这是中了酱头 如果想要解除酱头不祸及子孙 就必须把尸体的眼皮死死缝上 大哥爱照巫师的交代一一照做 不料到最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爱牌 在药物的作用下男人短暂闭上了双眼 但他的大脑皮层依然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 就好像闭着眼睛跑马拉松比赛 对坏者的身体和精神都是极大的煎熬 可两人刚刚走进医院的大门 还没来得及与坏者见上一面 病床上的大哥突然抱起 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挣脱了束缚 发疯一般冲出了房间 所有人都紧随其后追了出去 但却依然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等众人改道时 大哥已经停止了呼吸 也看难得的研究对象死在了自己面前 不甘心白跑一趟的林希佳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半夜来到了医院的停尸房 想要为自己的研究 带走一些实验样品 男人取出锋利的手术刀 在坏者的脸上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 然后熟练的撕下一张完整的人脸 切开表面的肌肉组织和坚硬的头骨 一颗完整无损的核桃仁便被取了出来 由于此处尺度太大容易引起不适 强烈建议观看原片的小伙伴们谨慎处理 第二天医院就发现了林希佳的杰作 但鉴于邱家有钱有势他们招惹不起 只能赶紧把尸体送去火葬场烧掉了事 林希佳把分割好的样品装进榴莲壳内 准备通过邮寄的方式快递回香港 邱孟希来送行的时候 递给林希佳一张大额支票 希望他的研究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说不定邱家以后还有求助于他的时候 回去以后林希佳彻夜研究了带回来的样品 大脑表面上看不出来任何的异常 唯有脑球部分出现了20%的萎缩 而且还有蛋白质坏死的现象 这应该就是诱发失眠症的最主要原因 他不相信所谓的怪力乱神之说 任何事情都可以从科学角度找到最合理的解释 但没想到很快他就被啪啪打脸 鱼鬼出现的越来越频繁 林希佳的失眠症也随之越来越严重 他知道父亲临死前也出现过同样的症状 于是林希佳找到了神婆 希望可以把父亲的鬼鬼请上来当面喂个清楚 陈婆未清楚生辰死寂后烧掉了皇军 紧接着便开始了自己的叫唤仪仪式 还让林希佳不停的呼喊着父亲的名字 片刻过后 陈婆说话的语气发生了变化 她想知道父亲死前发生过什么事 但仅仅只是一句话 父亲马上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你睡不着觉啊 一段尘封的往事慢慢浮出了水面 时间退回到1941年12月 彼时日军刚刚占领香港 开启了长达赛年龄八个月的日战时期 他们对平民实行爱无天日的高压统治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一次搜查的过程中 林希佳的父亲临醒无意中说了一句日语 成功引起了日本军官的注意 原来林希佳的祖父曾是清朝改革派的官员 当年为了躲避慈禧太后的迫害 举家搬迁到了日本生活 林醒的童年全都在日本度过 成年之后才搬来了香港定居 军官认为他是难得的翻译人才 于是命令他第二天到日军司令部报到 林醒本是一名中学老师 现在学校关闭他也没有了收入 可家里还有老娘和儿子等着吃饭 即使有千万万万的不愿 但他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给日军服务 在此期间他认识了香港慈善总会的周福 与林醒不同的事 周福是彻头彻尾的骇街走狗 仗着有日军撑腰整日里为虎作娼 助纣为虐 镜头一转来到一家医馆 侯师傅是附近有名的老中医 除了这层身份以外 他还是毛筛派的正统传人之一 侯师傅有两个漂亮的双胞胎女儿 大女儿接过了父亲的衣钵 吃药救人画符猎呆样样在行 而小女儿则是爱不就掰的上学 也正是因为如此 姐姐总是抱怨命运的不公 凭什么出生时仅仅差了几分钟 他却要被父亲当成男丁一样来养 为了避免被日军发现他们的行踪 姐妹俩整天藏在阁楼上面不敢露面 这天周福又来征收所谓的晒款 侯师傅摸遍了全身的口袋 只掏出十块钱 这已经是他全部的家当了 可周福显然还不满足 随即命令日本兵搜查整座房子 也看两个女孩的藏身之处即将暴露 林醒主动把自己的钱掏了出来帮忙解围 身处乱世 林醒明白自己没有能力扭转局势 但他却愿意尽一点微薄之力帮助同胞 日本军官对林醒的表现非常满意 几天之后又给他挨排了一个新的工作 让他跟着周福学习拐里慰哀所 为了让里面的姑娘更加听话 丧心病狂的周福无所不用其极 可即使这样 依然有一小部分人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结束着练狱班的痛苦 女孩埋嘴鲜血猛的正开了束缚 发疯似的冲到林醒面前 这样的场面周福早已司空戒怪 可却在林醒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尚有一丝善念的林醒当即决定 一定要为受难的同胞们做点什么 这天深夜 他给负责开手的士兵送去了大量的清酒 然后趁着他们喝醉放走了四个女孩 军官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 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周福身上 还命令他再抓四十个回来作为补偿 周福身体不舒服来找侯师傅看病 可老头却死活不给害家看病 日本兵对着侯师傅拳打脚踢 两个女儿跑下楼想要救父亲 不料却把自己送进了火坑 他们被周福抓去了未哀所 临走前还给侯师傅来了一刀 在日军的庆功晚宴上 几个女孩被当成奖品拉到了舞台上 为了奖励男人最近的出色表现 军官让他挑选一个带回去做老婆 林醒推脱着不该靠前 军官竟直接把双胞胎妹妹拉了出来 如果林醒不选一个出来 那么军官就随即杀掉一个女孩 他只能把离自己最近的妹妹拉到了身边 命运的天平再次倾斜 姐姐被带到了日本军官的办公室 就在他准备发现受欲之时 姐姐的面相 在日本民间被视为一种不祥的征兆 军官再次把怒火发泄在了周福身上 周福这对打癌的莫名其妙 只能拿无辜的姐姐出气 但也正是因为他这次的不理智 给周琳两家的子孙带去了无尽的痛苦 姐姐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画服恋呆 这只眼睛正是被呆炉中的硫磺所伤 他因此受够了别人的绩效嘲讽 如今又是因为这只眼睛被周福凌辱 姐姐决定报复眼前这头禽兽 小时候受的苦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 他对着周福隔空下咒 诅咒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不得好死 反观妹妹这边 他被林醒带回家后照顾的很好 与姐姐的遭遇形成了天壤之别 他知道林醒虽然替日本人办事 但人心不坏 于是要求他想办法救救自己的姐姐 林醒虽然知道做不到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可等来到慰安所 他才发现姐姐已经奄奄一息 得知妹妹的处境后 他更是再次抱怨 为什么他什么都比我好 为什么你跳舞妹妹 不跳舞 因为他 他在我旁边 因为命运 是不公平的 除了抱怨命运的不公 姐姐对骇监走狗恨之入骨 她把林醒误认为是周福之辈 竟也对他施下了最恶毒的诅咒 随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时间回到90年代的香港 林醒佳得到邱孟希的资助后 扩建了实验室 还增加了实验人员准备大概一场 不料几天以后 邱孟希竟然主动找到了这里 原来他也开始有了失眠的症状 家族遗传病在他身上开始显现 林醒佳表现得十分上心 他把女人接到了实验室24小时观察 还拿出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 气态蛋白质 他可以快速修复大脑皮层坏死的神经元 理论上可以再缓或者减轻失眠症 给病人带来的痛苦 林醒佳自己的失眠症也越来越严重 总是控制不住想起父亲讲给他的故事 原来当年姐姐死了以后 林醒总能时不时的看到他的鬼影 也就是从那时起 林醒便开始有了夜不能寐的症状 妹妹猜到可能是姐姐的冤魂作祟 于是趁着月黑风高来到外人坑 在死人堆里爬了大半个晚上 终于找到了姐姐的尸体 女人至死都不肯合上那只恐怖的鬼眼 他们把姐姐的尸体埋在了土地庙前 并劝说她放下生前的恩怨 何况林醒也不是她想象中的坏人 妹妹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姐姐的原谅 但很明显她是小瞧了毛筛咒术的威力 几天之后妹妹与林醒正式成亲 可就在洞房花竹叶 盖头下突然出现了姐姐争鸣的鬼脸 险些把林醒当场吓得魂飞魄散 自此以后她就再也没能合上过双眼 总觉得姐姐的鬼魂始终游荡在自己周围 随时都有取她性命的可能 而现实中的林醒家也变得越来越古怪 实验室的邱孟希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 她却主动上前把女人摇醒 只为送她一朵毫无意义的小花 她甚至把有助于睡眠的气态蛋白质 换成了能让人产生亢奋的气体 而她做着一切的目的 可能只是为了继续自己的不睡觉研究 并非真正想要治好邱孟希的失眠症 两人的感情在她心里 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刻骨铭心 就在这时邱孟希问了林希家一个问题 原来邱孟希曾经调查过自己家的历史 她的祖父正是当年的狗亥监州府 日军投降后搬到马来西亚改名为邱府 两个被诅咒过的家族后人聚到了一起 很显然并不仅仅只是巧合这么简单 或许两人大学时期的相遇 就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一段孽缘 时间线再次回到林醒这边 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在她的眼里 妹妹也变成了如同姐姐一样的恐怖 恍惚之中 她捡起菜刀冲向了自己的家人 妹妹来不及逃走第一个中招 奶奶和林希家刚刚跑到楼下 妹妹的人头恰好被扔到了跟前 林醒拎着菜刀又冲去了皇军司令部 在她的面前 买大街都是冤死在危哀所里的鬼魂 她把军官迷晕后捆到了床上 要让这群畜生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 林醒精神恍惚眼神却无比带定 她毫不留情地割下了军官的外额之缘 然后又把这头赖肉塞进了军官的嘴巴里 随后更是爬到男人的身上 一刀一刀砍下了军官的头颅 这段剧情比人肉叉烧包来得更加过瘾 更加刺激 喜欢重口味的小伙伴可以乖看原片西上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林醒提着军官的头颅来到大街上 冲着外倩冤死的鬼魂大声呐喊 军官赶来的日本士兵不约而同地清空了代价 男人瞬间就被打成了一堆碎肉 实验室的邱孟希也到了失眠症的最后阶段 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竟然在疯狂啃食血淋漓的生肉 林西家的状态也没有好到哪去 他把邱孟希看成了死去的姐姐 对方竟然还大方的邀请他一起计时 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改到实验室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林西家双腿排坐在地上正在大块躲移 而倒在血泊之中的邱孟希还在微微拆抖 没有人知道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更加不明白林西家为何会做出如此的行为 警车走后镜头给到了一块地标 原来实验室所在的位置 正是当年姐姐的埋尸之地 喜欢视频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